字幕製作主 好了,今晚就是一個 週末特別版 我們今天是甚麼內容? 就是使卷開箱 就是開箱王的使卷 大家看看吧 今天看看吧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不小心 因為我跟他講過 如果這次考試 完全沒有不小心的 就是一份極獎 極獎的意思就是 第十份大獎 大家一起評一下他有沒有什麼不小心 首先我們看到這份中文科 中文科93分 看看他錯了什麼 一開始這些甜蔥 好熱 這裡扣了兩分 這是什麼來的 小小標點符號 省略號 不算錯 這些OK 不是喔 好啊 接著是0 扣1分 實際用途的字字寫錯了 少了一點 下次小心一點 這裡不值得 閱讀理解 一下扣3分 搞錯了一點 A和C掉了 因為這個 C和A的答案 都有相近 輸入 好 到這裡沒有了 第二份中文卷 這份是什麼來的 這份是什麼科 寫作 55分 60分 這些錯過字 光字 寫錯字 扣1分 19 20 OK 這份作文又怎樣 老師有沒有覺得怎樣 這些是什麼 就是小小gram 那些錯 寫得不好 不是寫不好 哪裏寫不好 不是 這裡是錯什麼 即是說 搜標點符號 搜標點符號 下次小心一點 糖果汽水 省略號 好 好了 那這裏怎樣 這個是 總結成群股的 寫得 36 40 都有9字頭 算是這樣 下次這些 全部加起來 91分 全部加起來 一兩份加起來 好 這份是什麼 靈聽 25 25 這個算是沒有不小心 好 不用了 先看看下一份 英文 英文 這份是什麼 Grammar Reading and Writing 97 就超過100分 這裏沒有不小心 減0減0 我都是閱讀理解的 幸好平時做練習做得多 是不是 所以要繼續做多一點 好 就是這三分 錯了 什麼事 解釋一下 你看 因為 這裏 旁邊的文章 就說 什麼 他說 什麼 Surprise Surprise 就是 就是很驚訝 但是我覺得 知道這個答案 好像 很極端 很極端 什麼叫極端 這個就是驚訝的樣子 這個是很驚訝 笑著驚訝 算不算不小心 各位觀眾 不知 留言給我們看一下 不知 不算 好 下一個 基本上就錯了這份 這份 Grammar Usage 100分 老師也有貼貼紙 當然 這些基本 沒有不小心 好 這份有什麼 listening 25 over 25 適合 英文這次都考得不錯 實在 值得加 他 Speaking Speaking 適合 25 因為我們有練 有練 有練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練 你就可以了 好 接著 數學 246 over 250 減了4分 不過這個 不是100分 底分 錯了一條 這條是經典 大家 不經典 大家可以給一下意見 就是錯這一條 5米30厘米 等於多少厘米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那時候 因為 之前 為了預備考慮的試驗 就沒有考慮 所以就記錯了 記錯了 記錯了 這個是不是不小心呢 實在 記錯了 記錯了就不算不小心 對不對 好 大家又給一下意見 留言給我們知道 數學就錯了這一題 中英數也看過了 其他的術科可以看一看 常識96 over 100 都還可以的 那我猜 這個呢 這個 Killmark 優質旅遊服務 銷毀會 香港品牌 為什麼這塊會連兩下呢 不知道 算不算不小心 又不算 又不算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是不是就是錯了這一東西 這個 啊 誰可以在海岸公園進行活檔潛水 不過可能你不知道什麼叫海岸公園 我知道 書有沒有教的 有啊 它有什麼受保護的地方 但是 我覺得海岸公園受保護 應該不會 如果你去潛水灣 就會表現了 特別的海人生 好 又解釋到 不算了 又好 就是這個了 哦 普通話 總結性評估 60 超過60 就是正確 算是這樣的 做最後 開箱 一個是什麼 這份是 示藝科 運動場上的一刻 說 多少分 95 算是這樣的 開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嘩 這幅就是這幅畫 這個用多久去畫 這個呢 就好像第一節就是 好像是50分鐘 第二節就是40分鐘 那就是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是吧 那算畫得不錯 那這個其實想畫的是什麼 想畫的是什麼 想畫的是 那樣的 我怕那樣的 就是不同的 就在那裡追逐 就是當馬拉松 嗯 那這次考試你覺得怎樣 挺滿意啊 不錯啊 那還有一個禮物 我們這次 這次呢 那這個呢 就是 在學校 有一個老師呢 就是一個 AVU class 製作 那呢 因為我團隊最高分 所以呢 他送了超多禮物給我 裡面有些什麼啊 有間擠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螢光筆 那有拆膠 一枝這個是原子筆 那這枝是什麼 原心筆 這枝也是一個四色的原子筆 這枝有什麼 這個裡面很奇怪的 不是這個 因為呢 梁智峰呢 就喜歡 不是這個 梁智峰呢 就是梁智峰呢 就喜歡拆膠筆 你送給他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那 打開了出來 梁智峰呢 然後呢 就 就 我就說 因為我一世人都沒有用拆膠筆 就不是很喜歡拆膠筆 所以呢 這個是拆膠筆的那個心來的 就是那些 那個拆膠筆 拆膠筆的拆膠心 那沒有拆膠筆 那怎麼樣 拆膠筆我送給他 哦 那好吧 那沒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 送些禮物給其他朋友 這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拆膠筆 是拆膠筆的 就不關 送給我老師 那時候 關我班 那時候 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覺得他這次考試的成績怎樣呢 有沒有一些不小心的錯誤呢 那留言 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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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來到片尾的時候 大家要來一個投票 這一條 這樣也可以不加問號 好了 第二條 這個公仔是surprise 蛤 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第三個 五千厘米? 五米三十厘米啊 大哥 哦 巧不是你大哥 哦 你的兒子啊 希望你下次注意吧 麻煩 哦 那希望你下次也不要那麼煩 麻煩